近日汪小飞张盈盈同游杭州法喜四被拍 据称此处是求姻缘胜地 看来两人也暂未分手 做着爆料引起了网友的讨论 有人说汪小飞嘴硬不承认 也有网友说汪小飞的审美真是有问题 张盈盈根本比不上戴S 早前在葛思琪的爆料中 汪小飞在和戴S还未离婚时就出轨了张盈盈 而张盈盈怀孕后选择堕胎 并且跟汪小飞索要了一大笔钱 后来还站出来捶汪小飞 张盈盈本身形象人品实力以及综合数字上 都与戴S差了一大截 从形象来看戴S曾被一向以毒蛇著称的寒眉盛赞 清纯美貌 葬集了野蛮女友全智贤 如今也是少女感满满 而张盈盈虽然长相比较精致 但却是典型的网红脸 脸部与年轻时有很大的差距 而在个人作风上 此前张盈盈还在社交平台上炫富晒车 反观戴S财力比张盈盈长得多 却从未炫耀过 以信念的对比也难怪有人吐槽汪小飞的审美